星期字幕開放 回到第三節的科技集稅網台版 第58集 黑獅 剛才我說黑賣 你聽了我也知道 已經是講我們的專題 說到今年的年度回顧 回顧自己買了甚麼科技產品 或者玩了甚麼遊戲 現在剛才Sunny、軒哥和Wiki都說了 現在我又說說我今年買過的東西 我可以再拿出來有些東西再聊聊的東西 土豪會告 寶都,算是寶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有聽過我的節目也知道 早一兩集也說過 小弟在家裡買了一部iPad Pro 主要是因為家人想要一部大螢幕的Tablet 就買了這部機 而我自己就 因為有時候走遲我也喜歡畫一下公仔 所以我就點了一支Apple Pencil回來 其實在開麥克風前一個星期 都終於送到來了 徒B 讓我再說一句話 你的歌 你講一講 這些是chorus位 然後這支Apple Pencil回來 都試用了 其實現在不是開箱文 因為這件東西都是我今年裡面 其中一樣幾深刻的買過科技產品 因為其他一些就 例如是電話 我將Z2換了Z3 Compact 就主要是不需要這麼大的螢幕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說 然後我Tablet買了一部iPad Air 2 都是想要用iOS的Tablet來玩 都沒什麼特別的 還有那時候我是想要一部4比3 來看PDF來處 所以都沒什麼特別的 反而這部 今次導致Apple Pencil 就會深刻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一來就拿一支Apple Pencil 勾過去 其實用來是滿意的 最重要是勾過去幾個位置很準 也都畫下去 整個畫畫的感覺是不錯的 OK 爽快的 也不會說有延避 有走了位 那些東西 其實作為畫畫畫 來說是OK的 不過我之前在節目外 所擔心過的問題 也會有出現的 例如那一陣子有幾個人Review 覺得螢幕和一支筆 是有一種線的感覺給你的 沒有那些人的感覺那麼嚴重 但未至於放進去 就滑到走了 不知道在那邊畫不到 不會的 不過都是有滲滲地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勾某些細位 我覺得那些是差一點的 那些就不及真是古圖版那種 還有你拿支筆在iPad畫 我經常感覺 例如你的手 手握了它 如果你現在用回 Adobe Sketch 還有iPad Pro這部機 再加上一支筆 手握上去 不會畫出去 OK 甚至乎 Adobe Sketch 甚至乎 可以給你其他機 可以開個選項 是說你手握上去 那些就盡量不計 只是計一支筆 還有現在這部機 更加因為 Apple Pencil 和iPad Pro 一定是最合適的東西 一定知道哪個項目是 你的Apple Pencil 所以它可以完全避免你手握上去畫的東西 這個就沒有問題 補一句 Apple Pencil 其實只有iPad Pro用 所以 也就是iPad Pro用 對 那它的長度 其他方面 握上去 OK的 順手 沒有問題 不會 我自己 我沒有拿過大王 我知道 我自己去Apple Store 你什麼拿大王的筆 大家繼續說 去Apple Store那裡玩 我自己拿下筆 其實它的重量我是挺滿意的 是OK的 但是我一個 不算是 怎麼說呢 算是過分的要求 我覺得筆不要轉 我明白你的 哈哈 是那個 你平時在想一些靈感 很不自覺地會轉筆 以我所知 那些人會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筆不要轉 因為太重 它的重量 重和轉筆是兩回事 它的平衡做得不太適合 我覺得是 其實它整支平衡是OK 握上去舒服的 但是如果 比較起來 我反而會喜歡 握回之前 WELCAM的 那些 它那些 繪圖版的那些筆 跟那支握上去 我就會覺得手感更舒服 而且它 反過來的筆 不是拆膠 這件事 我自己有一點保留 因為 就算說到 Surface那支 反過來也是拆膠 它是做到的 Apple Pencil 這支 就做不到這一點 其實這件事 可能大家聽我覺 那你就轉一轉 按鈕去拆東西 但是你在畫的東西 其實 反過來做拆膠 這下是非常方便 和快捷的 所以這下它就明顯 會差一點點 是 那為什麼我會拿出來再說 是因為 有人 其實我和軒哥開麥克風之前 我們兩個都談過 甚至網上也有些人 因為近來Apple再出了某些產品 也有再討論過 是我拿一支Apple Pencil 上來 特別是充電那一刻 我拆開它的頭 就是它 那個位置 拆開它的頭 露出那個lightning的插頭 一下子 我突然間覺得整件事 很不像Apple 我不知道會不會抽象 但是你那一刻覺得 很不像Apple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拆開我的筆 一會兒 我是有點擔心 會不會是拆開那個高度 就是lightning下面的部分 是可能高於那部 iPad Pro 一點點的 就是我擔心的事情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會對那個lightning的位置不好 或者是對那部機的頭 不要撩住它 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就沒有正式很量度進去 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 因為我是放在梳化上用的那部機 可能一充電 或者想摘一下 我拆開它 我放在梳化上 其實那一刻我最怕 是會硬到那個頭 和那個lightning的位置 是 那這些 平常就是你Apple的產品 就被人看 剛剛好配合 那些 你是不需要擔心這件事的 不會 這個是有擔心的位置 那當然它自己 那支筆跟著那個adapter 給你 這個是後話 但是 我覺得它 初時它推銷出來 它說你可以插著 iPad Pro 充電 我覺得它 就算是這個概念 都 我覺得是有改良的地步 因為你那個 這樣說 那個 給你可以用我轉頭 轉到一個lightning 拖下去 充電 但是問題 你那個頭 你也會說是外加下去 那就是說 未必是一件 你經常會帶出去的東西 甚至乎可以說 你現在這個東西 既然是外 要再插下去 那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原本的設計 就不是給你這樣做 而是 給你拿自然之筆 放進去 iPad Pro 那裡 甚至它宣傳裡面 正在做這件事 所以不知道我那一 放進去 這個設計那種 欠缺了以前Apple小貼心的東西 依然就是那些東西 每傳媒都做過 很忌忌的 雖然這些東西是 我很家長 會管治 可能我不喜歡設計 我不喜歡那個方式 我管得你喜不喜歡 我一定會這樣做出來 但總之他做過一件 他覺得是 最完美 最忌忌 一定不會有缺陷的東西出來 但現在 這一支筆給我的感覺 就很不Apple 但其實 怎樣也好 都佩服 在設計上 會做出一種 很舒服 很帥 很貼心的感覺 但是 那一刻 插進去 你發覺 我第一個感覺 不是說 怕它壓傷 我第一個感覺是說 為何這麼不帥 你呢 即是樣子不好 不是 樣子不好 是第二個感覺 我第一個感覺是 你Apple不是說 你設計要很瀟灑 很帥 那你為何會弄了好像芭蕉線一樣出來的呢 以前你走過別人的桌子 我開咖啡好無堅人 擺一部iPad 正常上 OK 英俊 現在不能擺一部iPad Pro 首先已經很大部 隨時一杯咖啡都放進去 我那個東西做 墊營 就算了 還插著一支筆在它 整個雷神蠢擺在桌上 你那什麼型的感覺 是一掃走沒有的 當我插完那支筆 iPad 我擺了沙發 我看我這是什麼東西 那一刻我有這樣的感覺 你試試拿起來 神經病 這部機是我的 那部機是你的 我這樣做 人渣 今天才吃我什麼 去Apple Store做 這個比我更人渣 這些聰明 早兩集就說過 不過是人渣 那一點提外話 你說這個很不Apple的產品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近來的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是iPhone 6s的電池套 官方的電池套 官方 官方電池套 Wiki你不是以為不是官方 因為電池套通常都不是官方 特忍都被揮山上來 對 總之特忍 好像阿新這樣說 雖然他的形容真的很揮山 但他這樣說 特忍再揮山上來 那個套是太官方 因為通常手機的 現在Apple 就像這次 就是自己 不想說任何這些東西 那個人家出 他自己想出一款 就讓人家可以買 Apple 官方的 充電電池套 但其實就是整個 這樣的設計 大家也知道 近日很多人拿出來講了一件 因為人家的充電套 其實背部都是平的 最好是整個東西大了 但現在Muaca 這東西是後面會 拱了一件東西 凸了一件東西 有Apple Local在上面 你不就當 買了山寨貨 然後丟一個Logo 但你的價錢不是山寨貨 因為它是Apple Logo 還有你如果是Apple Score 我可以買山寨貨 是很驚訝的事 不是這麼說 但這次不是山寨貨 還有其實 有很多人說 其實Apple出這個充電套 已經是很自降身價 因為他會跟你說 其實他的電話 理論上是被你用到一天 你是不需要想外資電 尿袋是不需要想的 你現在要加上外資電 已經是 有肉他們Apple的明星 還要背後 不知為何會像駝背 那樣突然出來 以前是會 先不要說以前 現在很多人說出來 應該是因為 電池套的專利在人家裡 但那時候 憲哥和我說了一句話 我很贊成 他說 以前的Apple 現在每個人都這樣說 以前的Apple 如果出不到這塊東西 那個拉筆被人買了 要做一個滑溜的東西出來 我就直接不出 他不賺那筆錢 但現在Apple 就出了這塊東西出來 我看到這塊東西的時候 如果它是 在我買機之前 要出這個套的話 我應該不會轉iPhone 說真的嗎 少少 還有一件事 就是Magic Mouse 大家在考慮著 現在Apple 近年Apple最噁心的三部 一就是剛才支筆隊 他變成雷神鎚 二就是這個套 三就是新的Magic Mouse 因為新的Magic Mouse 我覺得真的離譜 現在我用的 是一隻換電芯的 但它的電芯 其實坦白說 用兩個月左右 沒有問題 變成OK 不用經常換電 是方便的 還有我當我的Mouse沒有電 我立刻拍兩顆電芯 我已經可以了 但是現在那隻Mouse 就變成充電式 就是沒有換電 那也算 其實以前很多 一些Mouse充電式 可能在它前端的位置 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充電 它用 但現在這隻Magic Mouse 是非常極之聰明地 是要倒轉這隻Mouse 拆到它的底部 那不是跟你說 充電不要用嗎 是啊 現在充電是沒有東西 用Mouse 但是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在做事 假設我還在剪片 或者什麼 我需要摸屎的時候 我那一刻就沒有電 以前我就馬上 拍兩顆電芯 就可以了 我最好衝到後面街7 買兩顆電芯 拍下去就好了 現在我總之 一定要插一條線下來 迫著我這段時間內 一定不會用這隻Mouse 一個人一定要有 兩隻Apple摸屎 對啊 剛剛在說這件事 那你真的是不是要我家裡 有兩隻Mouse 沒有兩隻Mouse 如果有另一隻Mouse 我又怎樣 一個人要有三隻Mouse 這個是你安排不足 就好像你有兩個PSV的手材 你不適用的問題 你論上一定是沒有手材 那會不會索性不用這個設計 你應該是搬去Apple Stalker 那你馬上買一隻 馬上買一隻 但是也可能是有些技術上的層面問題 如果要很型的充電的話 我自己覺得 這隻Magic Mouse 你想充電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流行的QI的無線充電 當你當是Mouse Pack 一邊用一邊充電 當然你對焦電很傷 但感覺出來會比較型 如果不是你現在出了很多QI的版 給你充電的話 如果你到時充電 你把東西放進去 這樣充電 我覺得感覺會比較型 我覺得以前的Apple要是玩QI無線充電 要是整隻的設計 然後充電的位置 要不是在那個位置 即是你現在出來的感覺 給我感覺連小米都不如 他現在好像是用舊的Magic Mouse 哎呀我現在要這隻東西充電式 但我不想大改設計 那怎麼辦 在底下弄個洞就充電 我覺得他不如做個左會好一點 是啊 做個左更型 其實你應該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 連我幾個人坐過開咪 都想過幾個出來 但Apple就是懶 其實你對上應該沒可能認得過 這個無線充電的Mouse Pack 一路用一路充電 應該是最懶得認的 是啊 你根本不需要考慮電量的問題 當然 可能對舊電很傷 或者什麼 所以你看到現在 剛才我講了幾件產品 你會覺得 現在Apple真的沒有了以前那種 霸氣的感覺 那當然 所以我就會選了一隻Apple Pencil 來做其中一件我要提一下的 2015年度的科技產品 因為我看到好像 Apple不同了 真的 這個感覺很強烈 看到一件很強烈的 OK 那這部分都講得很久了 變了我提一提Game那方面 講一點點去給阿基奧說 好 那Game其實我今年玩的新Game 就不是多的 就很少玩回舊Game 新Game就是Love Life 那隻是新Game 你新中的Game 你今年中的 這隻Game本身不是今年出 我知道 我只是抽一下水 對 那我今年 抽一下你水 其實如果我講一些 要今年買 或者今年出的Game 我就 一點點心刻就是 星球大戰那隻 Star Wars Battle Fund 即是你出機那隻 對 因為這隻Game最重要 是我出機 出了一部PS4 所以有些像 軒哥剛才講Batman 這隻Game會 金面記得它 就是因為出了遊戲 在上面 這部機超型 這部機真的很漂亮 特別是現在擺桌面 有時候看回 Star Wars的暗花 它是有些暗花 很漂亮 連手鍵也有些暗花 在上面 其實整部機很漂亮 那大家想再看 就按上我的頻道 有個開箱片 很適合 大家可以再看 但是這隻Game 整體來說 這一個多星期 也不知道 一兩個星期 我都沒有開過來玩 就好像我之前那樣說 真的很發炎 那也更加 有一點回歸Ricky 剛才那部分 你說這種銷售手法 不是太好 以後不太想再買B社的東西 甚至是抵制B社的東西 但是我玩完 我剛才想 你這個東西抵制B社 也算是玩得太離譜 但是現在Star Wars 好像是一隻 還沒弄完的Game 這隻Game 湯了三份了出來 給我的感覺 所以那種 肉酸的感覺 我不知道哪個肉酸 我們今早就看完 The Force Awakened 你就可以回去再玩 這個A Battle of Jakku 它送給你的 是呀 它現在是開除了 對呀 買這隻Game的開除了 真的謝謝你 所以這隻Game 不耐耐玩 為什麼 因為它好像 已經散了這件 要逐個逐個再捏你 變成你這隻Game 我原來的這隻 我覺得很快就悶 我往後繼續買你 那些Patch的攻力 更加低 好像我有一些感覺 就是覺得 總之掛鯊的名字 要做個某幾關很棒 大家玩來講很震撼 而後面就不要弄那麼多,就像小時候抄給先生,會不會抄頭三版、尾三版,中間被涉白之內交出去 就是那樣東西的感覺,變了又對EA,就是我沒有買一個EA Game,沒有人的感受那麼深,我沒有你們 但我只買這隻Game之後,我的EA都,嗯,我也明白為什麼大家聽到EA的名字想走 公道說一句,它的Game Site,它的Origin我覺得要給它一點點 credit 它的customer service是好過其他平台,譬如Steam,應該說Steam的customer service是廢話的 那樣東西customer service,好,跟我玩一隻Game的感覺是兩回事 這個也是這樣,這個是另一部分來的,不過叫另一部分可以給你 credit 這個也差不多,用到時間,接著來交給阿基努,告訴你分享一下 是的,你今年除了我們大家知道你經常在印牆,又不穿褲,當然懶惰 那還有什麼Game你可以說一下呢? 之前也沒說過的,那其實就或者說一下,先不要說Game 先說一下科技,那小弟就因為玩了超頻 那還沒試過其他新的東西,就試過人買了水冷回來 成為有幾個大樣子 八百多元而已,沒什麼的,買了Corsair H100i 然後再配以這個Thermotech 兩碼風扇加起來四個多水,然後我女人跟我說 你老母,不是不是他,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問了我一句 你不要重新演繹 他只問了我一句,四百劍買什麼風扇 我想,是的,四百劍買什麼風扇 買了兩把12C,這樣做 不是,我家座地的風扇也是四百劍 如果你買Dyson再貴一點 但是那是吹人,這個是吹機的 差不多 你買一把紅運扇回來,開了機蓋 就是再貴一點,買一把Dyson回來 放在前面,直接吹它 其實我本身在用Simon 這個Simon就是大鍋輪式 其實大概兩年前,是韓國的手信 但發覺換了水冷,以為很有驚喜 但換完之後,扣你一家 差三百多元的Simon 扣你一家 扣你老母親 我真的 我未能見過那個熱聲 到70度之後,不懂得散熱 他在做什麼 我理解,因為正常液體吸收 那個熱的吸收 吸收到一個級別就會飽和 那就是70度 接著70度之後,一聲上100度 燒你的手機 我不會,那CPU有保護的 到100度就會降速 沒有問題 但我私聞之前沒有這個問題 接著我繼續使用 都換了 接著我發現 風扇不能對路 好像陰一點 你吹得很遠 但好像電腦扣 很小的 接著我1200吋 接著我用了半年 我受不了 我去買兩把 黏刀 45元一把 比你還好多 來路 沒有囚 人人都有中伏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伏都做得很大 你應該是五個多歲 五個多歲 五個多到九十元 先生 隨便吧 那你損失就今天不多 不是五個多八個多 沒有錯 那感覺太大 那感覺 那Hitsense花了一千四元 大哥 你老母 放回去吧 有人要嗎 接著我發現 原來真的沒有人用 哈哈哈哈 算了 那你除了這些 叫做 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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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方面 遊戲方面 第一隻 我想說 GTA 5 因為 坦白說 我對這個 這個作品 沒什麼外 因為之前玩過YCity 玩過2 其實都覺得悶 然後買了GTA 5 那天 被你們送了 第一天出 就馬上買了 就馬上買回來 玩了一半 就覺得故事散了 但後來慢慢慢慢 有一天 發覺 一 Trevor 出來了 整個世界都不認同了 那個正式開始的 Trevor 出來了 正式開始的 你發覺有這個系統 整個遊戲是不認同的 整個感覺都不認同 我覺得GTA 是由GTA Online之後 才正式開始 多點八點的地圖 出現的時候 這是你的問題 你這些八點很具證的 混蛋 但坦白說 到現在我還沒玩過Online 我玩了一個小時左右 你等於沒有玩過那個遊戲 你不要理他 聽說也不用你心裡說 因為他是病態 把自己平時的壓力積聚的 就算Online追著八點 追著自己不懂的人 不斷殺 其實是一種病態 不是的 懂的人都追著殺 GTA可以說 我們不要理這些暴徒 因為我發覺上去 上去的地圖全白了 第一 第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自己搶完這輛車去哪裡 因為最初是沒有任務 後來就不斷收電話 但我發覺 可能因為那時候有效果差 和低等級 低等級的話 其實人都殺了 好像大惡星等級 即使現在有一個新的模式 應該是一些 例如Action Map 那類的 我玩完之後 其實都是純粹兩邊打 追著我的忍 玩終於忍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除了你上去殺八點之外 或者被抄到追之後 我真的想到玩了 所以來說 我另外 另外也有 將 Online exclusive content 可以放回Single Pay 我其實全部都可以玩 甚至Department Apartment 都可以放進去 其實我發覺沒有分別 你不需要玩Online 對 真的不需要玩Online 另外來說 近日起起的就是 講起Mode 這件事 弄得很真實 這也是我其中一個原因 換卡 其實第一原因就是Skyrim 不過Skyrim 我發覺我用Ti都推不得到 已經改了 已經離譜了 發覺 是很真實的 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說 但是我就不明白 那個傳媒會這麼誇張的報導 就是又是把半年前有的東西 半年前有的東西 你半年後說 然後說得很大 其實他半年前後發現 沒有辦法 對 不過不要緊 這件事都是這樣 不要認真地說 你鋪了那張圖 改完之後 駕車出來 我第一幅圖以為你玩Nit for Speed 是呀 Lit for Speed 但是也算是 GTA5 我是P3年代玩的 是 那時候的感覺 都是覺得 它的廣度和仔細度都做得不錯 其實除了GTA4電腦版之外 這個是Hardis 我原諒它 Games for Windows Live 沒錯 還有一開遊戲 咬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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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什麼 不過沒關係 又有機會 還有GTA5 其實這遊戲 我幾驚訝 因為它的系統真的很穩定 很棒 除了我落完沒有彈的遊戲 這個零計 對 對 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都幾期望World Star 也是我們科技雜碎 曾經連續幾集 在那邊說 這遊戲 然後把車子改為初音 要好多 非常期望它會不會真的搞Red Dead Redemption 出義嗎 或者看看它會不會出PC版 PC版 好像最近有些人屌實說 它只顧Online 不顧Single Pay 因為它那時候是Promise過有Single的 但現在未見有 高興投票還有些鬼佬說 又來玩Zombie Mode 玩Zombie版 不要緊 那些人自己弄了 不是 那是官方 那是Zombie 那是Zombie 像Tenny Topics 那些Zombie版 CX那時候就玩過 CX那時候就玩過 CX那時候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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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那根本是打Zombie的 CX那你怎麼會玩 CX那你怎麼會玩 CX那你有沒有說CX那遊戲有車渣 玩玩玩 CX那你講一講那個車渣 CX那你還想嗎 這遊戲真是經典 這遊戲真是 這遊戲真是好遊戲 全世界 均動一時 全世界都因為 全世界都因為 9點5 10分是9點5分 有9點5有10 如果令大家吃花生吃個喉嚨痛 半年以上 Metal Gear Solid 5 The Phantom Pain 我永遠都記住這個名字 你有沒有醜汐 哈哈哈哈 其實我本身就沒有玩開 我不是粉絲 我是玩雷電第二集 《摩光珠》那集 玩過幾個字而已 或者玩過幾關 我是挺欣賞蛇叔這個人設的 挺帥氣的 雷電也挺帥氣的 《摩光珠》 見到開放世界的MGS 我當初都跟阿軒哥說 我就喜歡花快 但那時候我就不相信 那時候我是不知道什麼花快 所以我無法理會 純粹發明 我那時候都沒有想過真的是這樣 結果一買回來一開遊戲 《摩光珠》那版我是覺得不錯的 故事挺緊湊的 然後到我醒來的時候 我一開始坐直升機 很帥氣的 沒有這版本真的是這樣的 讓你坐直升機 然後一路一直走 到達到企業時 都是這樣的 沒有game可以做這樣的 慢慢慢慢慢慢 玩一下玩一下 挺有趣的 又可以協治一些意味料 叫一些人趴下 捉人 遊戲球捉得人時就開心 慢慢玩一下 為什麼這地圖 我這地方又來過的 我又是這個點 又是那裏 又是那裏 又是捉過貨櫃 他玩了六七個小時左右 開始感覺到 我又走過去 中雲射雲之後 氣球升走 平常做重複的事 之後升了貨櫃之後 更糟糕 要發明了 要發明資料 要發明資料 我上網看 發覺 有人說不夠錢 是的 要走過去第八版裏發明 之後 有人計算數字 每五分鐘發明一次 有三架車 總共是三十萬 我照樣做的 是真的用S 但是三十萬 我一直做了幾次 我在想 其實 MGS是一隻特務遊戲 我感覺如何玩物 你給MGS一同二的感覺 兩回事 不是一同二 是全部 這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打了異議 不好意思 然後玩玩玩玩 我覺得有故事成節 但是想一下 為什麼我每天都做空姐 上機 下機 下機 上機 下機 上機 下機 上機 下機 你那時候說了一個 挺貼切的形容 蛇叔的日常 蛇叔的日常 每天在做什麼 每天上班 下班 下班 你這樣說 不分明 你打不打得到 其實是 打得到的 就像軒哥那樣 第一支槍玩到尾 就可以的 我剛剛想說 你用最初的槍 你不升級 但是 到最後 我跟軒哥 我那天 鋪完影片之後 軒哥 吊齒我一句 你有沒有時間射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它裡面有一些生化兵 很難打的 其實就是 我一路都是用 開始的那些槍來打的 那些 M4 RS 對 M4 RS 對 M4 RS 那樣會射擊 然後打的 那時候也很辛苦 很緊湊 很辛苦的 然後呢 機佬就發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他那時候怎樣打 那他就解鎖了一把槍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沒有升級 我平時打那些生化兵 我大約打那一關 我記得打半個小時左右 對 然後機佬給我看 他那支槍 一槍扣了一半血 第二槍就死了 不是不是 你說一下我第一次用了多久 我忘了你多少分鐘 6分鐘還是5分鐘 5分12秒 5分12秒 然後隔了半個小時 他就傳過來4分幾鐘 然後我就到你 3分19 然後3分01 除非軒哥那隻就是技術向 我打了半個小時 然後我又不順滑 然後跟著他這樣解鎖了一把槍 回來 那頂你 軒哥2分鐘夠不夠 我不行不行 因為我已經生手了 我都放下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已經覺得 我初時在那裡打了什麼 在那裡做什麼 他就是逼別人攻擊 我覺得是 不是你高手技術向 軒哥 如果你不攻擊 是真的叫做Android的過程 但是你想想 除了玩技術之外 是沒有其他東西的了 譬如捕位 看距離 怎樣去捕那個人 怎樣不被人發現呢 其實沒有的 因為MGS王陣 除了這個之外 最主要就是劇情 你是有電影級的劇情 但是這集就是 上機下機 回到去之後 沒有的 有空就被狗捕一下你 跟你說 你狗大了就用得了 然後你沒有洗澡 就被人夾掉去洗澡 可不可以被Quaius捕 就是可以洗澡 可以幫你洗澡 可不可以被狗捕 為什麼要被狗捕 你看完故事 你就不敢被狗捕 有MOD好像可以把狗轉為Quaius 好像有 有 你可以把Quaius捕了 沒有穿衣服 全装要把Quaius捕了 做另外兩位助理 那兩位秘書 我記得有幾人把Quaius捕了 做奧神羅 整件事都變成 嘩 我的照片很笨 因為他拍拖著我的頭 我看著我 Quaius在雨中跳舞 變成奧神羅 我想這個 剛剛基努所說的問題 是 他轉了一隻Open World之後 他沒有放深度 在一些Side Mission上 應該是說你這隻遊戲 根本不適合做Open World 因為Open World 他可以做到的 不過他 像Ricky所說 他真的做得不好 他知道 就是 你以前問我 我也不會這麼說 但是我 玩Richard 3 玩GTA 接著 對比起這隻 那我的感覺 其實是特別深的 是啊 因為他那些Side Mission 真的很Side Mission 就是你走進去 你想到哪一個人 抓哪一個人 不是啊 不是啊 總之 你Side Mission那些區域 抓了他 每一次跟你說 Elemane 有車 抓車 不是 叫你Elemane的車 抓了他 然後跟你說 不是啊 你是做海盜 現在 總之整個醒 我每一次都是 每一次都清掉 清掉 沒有氣球 叫啊 軒哥那次跟我說 沒有氣球 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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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全部清掉 變成一個吉地 是啊 什麼東西都清掉 我慢慢玩一下 其實我玩什麼 然後 好了 一開始覺得 遊戲才可以 抓一下人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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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花快玩 好了 阿軒哥跟我說 劇情 那 Scoreface 呢 出來了 我打算 那個任務就是 Scoreface 哇 好厲害 終於有劇情看 然後一上去 好了 我上去直升機那裏 如果你是未玩的 我也勸你無法賣了 所以你繼續聽我的劇情 上去看到 Scoreface 然後講完一段話之後 跟Scoreface走 走到蝙蝠俠和小丑聊天 那些感覺 不要 你不要這樣侮辱蝙蝠俠和小丑 但是完全有一種 就是好像一個邪惡的人 和一個正義的人 講完一段話 碎咎他 就是這樣 那裏就完了 那裏就完了 簡單點說 其實他剛才說那裏 都OK的 即是 怎樣說呢 你當是 整個Mission的Feel 你是在打最後大佬 最後BOSS 你的目標就是 去找Scoreface 你走過去 他原本想上直升機 打算走 然後看到你 你這條陷子 就來和你聊天 玩雪德 然後就說 我帶你去看我的Metal Gear 好嗎 然後跟著他坐吉保車 正義和我一起玩 坐吉保車 坐吉保車 這裏都算OK 即是比較正義 大學沒贏了 你覺得OK 不是啊 坐吉保車坐傷 廢話之前都OK 這個問題 說完之後 你去街上播歌 這個是我對這遊戲 最大的不滿位 為什麼呢 因為玩小島的遊戲 你會享受它的剪片 你享受它的音樂配樂 他做什麼呢 他做什麼呢 他安排了一個攝影機 設置在你蛇叔後面 那就是 你可以左右移動 你定了一個角度 你不能到處移動 你只可以做一個計劃 就在蛇叔後面 你坐上吉保車 你對面就是Scoreface 不停跟你說話 說話說了十分鐘 是沒有背景音樂的 是沒有背景音樂的 沒有的 齁 對啦 中間無緣無故 Scoreface說話 口乾了 停了一會 那時候就播歌 插歌 他插歌 他插歌 喔喔喔喔喔喔 他插歌的時候 他有外面的聲音 夾著在那裏 我又沒有感覺 又怎樣說 又沒有感覺 又不投入 這樣是完全不像是一個小島會做的遊戲 以我玩了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 那我沒有玩這集的 因為他們兩個水 我也沒有玩 插歌的位置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 就是第三集爬樓梯 嘩 那個經典 爬樓梯的位置 爬樓梯 你爬樓梯 你爬分多鐘 但它是有個 Black Wand的聲音 它不算是很大聲 但是它唱 因為在隧道裏面 清唱 清唱了MGS3那個主題曲 那個是很經典的一個劇情 你不停一直看著他 在那裏爬爬爬爬爬爬 但是你後面的感覺是很棒的 因為我記得那裏是差不多打BOSS 還是不要記得 但是那個位置 我是很深刻的 甚至4 那些人經常插4 就是4 即是 玩10分鐘看45分鐘 你不得不否認其實他做的Cut Scene是做得OK的 做得好看的 做得OK 甚至最後蛇叔在爬 爬進去他Cut Scene 做分鏡 再播音樂是OK的 我都要說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現在根本不知道究竟這件事搞到這樣是誰的責任 這個我也很想說 只可以說一句我完全是覺得他《急好車》那一段是未完成的 或者說近日新聞說他轉了一會 其實我之前都跟阿石談過 其實某程度上是他2月那時知道自己公司賣盤 或者有收購之後他就停手 他不敢做這個遊戲 這個味道很重的 由頭到尾如果你說Colomi衰 其實如果他是一個這麼有心的製作人 而坦白說一個這麼大品牌的遊戲 我相信Colomi會讓他繼續做的 因為大品牌不想弄壞自己 但是至於現在我覺得 雖然這個我算差 但我覺得我很相信就是這傢伙不能做事 到之後有人說Sony賣盤就沒問題 那我就不能做 整個遊戲就是沒有做過 正常來說你真的有心的 你就算知道我被人解僱 通常公司管理的都會是半年通知的 你就這段時間做所有事情 而公司也不會阻止你因為對他有利益 現在就是知道賣盤了 那我就不能做 我聞到這個味道很重 還有一間公司好好的地 為什麼要做這間展 根本我覺得從頭到尾 他是想拿經驗 做那麼多都是拿經驗 然後轉地頭 還有想想為什麼 現在去到Sony 以前的小島製作業的名字 根本由頭到尾 一開始就是賣盤的行為 你是把Colombia把整個拉伸碼給Sony 然後到之後 為什麼小島不出席任何活動 因為這是冷靜期 在這個冷靜期裡面 因為他已經簽了合同 就是同意買賣 在這段時間 大家不想有任何的紛爭 因為小島真的出席會去獲獎 究竟拿完獎之後 對Sony有害 你依然都是扔著Colombia 這個不知道 因為小島不可以出席 不是啊 是 我知道 是律師叫他不要出席 我覺得是 是Conami的律師禁止小島出席 因為Conami知道他們任何的舉動 都會影響到賣盤 但是另一個問題就是 Sony沒有理由禁止 小島出席 PlayStation的活動 Gam Award之前當然是Paston Award 小島出席不到 不是啊 正常來說就是 你簽了買賣合約之後 這個人或者這個製造 盡量不牽涉任何的公開活動 或者任何的指標活動 是 但是因為現在的 那個Event是買賣雙方的 正常是 所以你的Plan其實是 不完全成立到的 不是啊 我自己這樣覺得而已 因為坦白說 如果我不玩這隻遊戲 我只聽新聞 我會覺得Conami是糟糕的 但是我玩這隻遊戲之後 再看近期的新聞 我理解 這個是一個正常打工制的心態 就是我轉本我不能做 也都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 在這段時間 因為兩間都是股份公司 小島做任何東西 都會影響大家的買賣和股價 甚至可能是Sony覺得 你最後還不讓小島出席 你還不想小島掛著Colomi 那我就不想要你的製造 就是我Cat-O-Termine這個合約 買賣合約了 我覺得Colomi是很等錢用 而Sony沒有出過任何東西 而Colomi想了很多東西 去保住這份買賣合約 嗯 就是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個人的推測 如果只有Gamma Rock的話 我會認同你的想法 但是因為有PasteNation Rock在 所以我是有點保留 再加上其實 以我看回來 它是不是買盤 我都還有一點保留 不過這個 因為它牽涉到財務太多 不是可以這麼簡單 三言兩語分析到 就有它 還有那種感覺是 其實整件事 大家 就是最後大受害的 都是買了一隻MGS5的人 沒錯 還有作為粉絲的 就是 其實我年初最期待的 不是Richard Fit 不是404 是這隻MGS5 因為它 看又漂亮又出的PC 那我是打算取定褲 你不要說漂亮 它那個超級高 是後來的人 它裏面有設定褲子 撲你一家 在醫院那裏 那裏 那裏的質素已經被斜了 出到它 那裏的石頭很漂亮 建築物很差 之前說過 那些人就出模式 將褲子 將褲子變為低 另外再建立兩個層 我等了三年 我也是 其實MGS4 不是說失望 但是 我不覺得它是一隻遊戲 我想玩多一點 我不是一隻遊戲 是一隻電影 是電影 電影加一點可以動的 就是類似Balhasa的CG電影 所以MGS4當然是拿零分 有人給他零分 這次大波 但是 沒有啊 整件事之後 我就覺得 都很失望 玩完之後 我到現在 我直接放在這裏 因為 你說的SIME 我最慶幸 就是 其實由頭到尾 他大概一百 一百五十多個SIME 其實由頭到尾 很多都是自己打開燈 你再捉回去 少到我夠了兩次 你老母 你的 你的內部人員 就是拿Intel的那個人 被人捉了 你不要炒了 我那天很想炒了小道 你拿Intel 你都被人捉 你不要做 你還要爆我的技巧 爆他老母 那我再問一件事 是 小道再做遊戲 你玩不玩呢 反而我會期待 他第一隻遊戲 因為 全世界講得這麼神 Sony現在沒有跟他 只是說我們合作 其實Sony和小道工作室的距離很遠 我覺得其實Sony是說 就是給你機會 你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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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本身是不行的 你原形不老 因為他說 我們在想會用現有的引擎 或者會做多一副引擎 我就很想你做多一副 看會做什麼 你Fox引擎做得出 當初這樣走 他很高科技的 但你把整部跨引擎 所以我本來是整部跨引擎 是第一副引擎 所以我覺得 我會很期待他第一副引擎 第一副引擎 第一副引擎 我看你做什麼 如果你真的這麼神 我只會說一句 你好賽 我會覺得他應該會搞一隻PT 即是不叫Scientific 即是用這類的 即是他不搞他本行 他就可能搞其他東西 衰了都沒有 這麼難看 即是他不再掛任何名字出來 不用掛Scientific 不用就這樣恐怖遊戲 改了名字出來 活化Sony的私魂 有人都會說那些東西 即是你這樣說 好像Scientific 不弄Barsham 弄一隻Cycle Break 即是Evo with Film 就重新名 不過就是一句 不知道閣下你支持哪一種觀點 你是支持屌辰Korami那種 特別是支持屌辰小賭壽夫那種 但整件事都真的很樸縮迷離 所以只可以用一句 我在禁區666裡面經常說的 就是現在基本上兩個問題 其實坦白說沒有實證在後面可以一口咬定 就好像我們平時說的陰謀論 不知道他是被外星人捉 你當然要學這個抽官和王英 這個是一個謎 那東西還隔了那麼多年 還有我有自己節目 當然要用自己節目的東西來講 你不夠人家有氣勢 現在不是夠氣勢 有東西當然要用自己的東西 你已經要空翻賣國 用大台的東西頂你 最重要的是 基本上我們科技集數應該是 明年才再跟大家見面 對呀 出街的日子是平安夜 我媽的行李各位聽說 花了一年浪費一年的時間聽這個節目 你這麼說而已 不過是表我合場 我謹慈各位聽說自協 但是賠償就不會有了 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的一年 2016年 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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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新遊戲的期望都很多 我們2016年回來再跟大家講科技 講遊戲 對呀 最重要 放心 好遊戲我會分享 HIGH GAME會有Gail熊分享 不用擔心 靠你啦 靠你啦阿七 科技雜説明年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今年的支持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新年快樂不斷你快樂去死去死 失身快樂 去死去死去死 不要玩了 感謝大家收聽 拜拜